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今天很热,抱歉 而且我担心信号质量不好 所以也没有直播 现在试一下 看看效果怎么样 这是对面 哦,换一下方向 对面是霍根诺腾 是一个教堂 他们专门帮助难民的 因为几百年前 法国的一个基督教派 新教派霍根诺腾 他在本国受迫害 受天主教迫害 就逃到埃尔南根来了 所以这边建了一个教堂 专门帮助难民 有很悠久的历史 你看那个门上 有那个amnesty的标志 那黄色的 那就是他们合作 帮助难民的 然后这是我们的亭子 这是图 上面是董瑶琼小姐 然后旁边是中国儿童报 他们的习爷爷 国家的掌舵者 人民的领路人 然后习爷爷你好 然后下面就是这个海报 最大贪污犯卖国贼 剥削压迫抢劫人民财产的习近平 然后英文是 You are not voted by the people 你没有经过人民的选举 然后下面就是 习近平 在一个什么孔子学院 叫什么 开幕式 然后抱着一个孔子学院的牌子 已经被人家给大家都画上了 哈喽 我是习近平 习近平 按一个塔图 哦 当个圣 他把一些 实力使用 哈喽大家好 我是刘德军 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就是我们深远董瑶琼的活动 可以在 时时刻刻 在任何地方 时时处处 都可以 都可以做 这是我门上贴的这个海报 然后我会 换一下角度 改成 从前面拍 这个是 从政府网站上下载的一个海报 最大贪污犯卖国贼 剥削压迫抢劫人民的财产 这是我加上去的 然后上面是英语 You are not voted by the people 你不是经过人民选举的 所以没有核发性 然后中国梦 人民的梦 把梦子给叉叉了 然后给他脸上一个叉叉 代表他 我们不承认他 他们只是他们自己共产党的梦 共产党高层的梦 500家族的梦 他们占全国人民1%的劳动成果 然后下面是日本朋友写的自由民主人权 所以大家都可以在国外的朋友都可以这样做 我建议呼吁大家都可以做贴在你的门上 向大家招式 也可以印在你的衣服上 印在你的手提袋上 或者是你的包上 都可以 但也可以像我昨天那样的 搞一个抗议活动 当然这需要在很多国家需要申请 也需要会外语当地语言 大家都可以去找 我估计如果你在网上 你可以问我怎么写 然后你不懂外语的话 你可以用英语写 现在我直接拿去当地的相关管理部门 给他们看 他们也可能找到会中文的人帮你 昨天是太热了 今天睡了一天 昨天可能有些中暑了 大家可以看我昨天的视频 满脸中红 浑身大汗 OK 拜拜 祝大家睡个好觉 亲爱的中国的同胞们 今天是美东时间 2018年7月14日下午 我们来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面 强烈的要求中国政府 马上立即的释放 破墨女孩 董妖琼女士 以及她的父亲 董建彪先生 还有建议勇为的 华永先生 立即释放他们 因为他们无罪 今年7月4日 湖南女孩 董妖琼 向在上海的海航大厦前面的 习近平一乡 进行破墨 她的这一壮举 将载入史册 因为这一壮举 彻底的否定了 习近平的造神运动 将其独裁者 推向了历史的尺寸 他的这一壮举 彻底否定了 共产党的独裁专制 他也指出 海航就是习近平的 因为习近平 具全国的财产 为己有 为党有 是一个赤裸裸的 分建皇帝的行为 今年两会以来 习近平 取消人体限制 擅自修改宪法 枉图千秋万代 成为分建皇帝 他就像袁世凯一样 企图复辟地制 但是他的命用 也就像袁世凯一样 只做83天 就一命无户 弱女子 董妖琼 代表我们 14亿中国人 喊出我们的 心胜 比众多的男孩 更加勇敢 来否定习近平的专制 他就是我们的楷毛 就是我们的 金国英雄 我们要永远 纪念他 我们要呼吁 中共专制 立即释放他 因为董妖琼不罪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也是 要用破墨行动 来响应 董妖琼的意志 我们要 呼吁全中国人民 海内外华人 都齐来破墨习近平 破墨这个独裁者 破墨这个 中共 法西斯政党的 党魁 来彻底的 否定 中国专制 彻底的埋葬 中国专制 只有埋葬了 中国专制 中国人民 才要获得 幸福自由的一天 好 我们一块来 呼喚口号 董妖琼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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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妖琼无 曝妖琼 破墨习近平 破墨洗包子 破墨洗猪头 破墨共产党 好,下面我们请王道牧师来演讲 习近平,习特勒,在这里我要证告你 马上,立即,24小时之内,释放所有良心犯 释放破墨女孩董瑶琼 释放他尊敬的父亲董建彪 释放好样的好汉子华勇先生 如果你不释放,我们要每天羞辱你 每天破你的墨,每天吐你的谈 把你彻底的羞辱 你就是中国人民的公敌,世界人民的公敌 如果你不悔改,你毕地下十八成地狱 习近平同志,请你结束一党专政 还人民自由 在上帝面前,没改 认罪 认罪 我们这一行动就是要在海外 我们为弱势群体发声 为公益呐喊 我们要以这种实际的行动 来伸援金国英雄 董瑶琼女士 我们做这一行动 我们哪怕付出任何的代价 哪怕永远不能回国 但是我们就是压死习族头的 压死共产党的那一根稻草之意 我们要用这小小的行动来表示 对董瑶琼 对董建标 对华勇先生和国内的心灵酒律师 对国内的良性化进行声援 我们会一直努力 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为他们发声 打倒共产党 为人民报仇 打倒共产党 建设新中国 今天我们大家聚集在这个中共驻华盛顿 这个驻美国华盛顿大使馆 这个门口 我们一起声援 我们中国湖南的勇敢女孩 董瑶琼女士 这个泼墨西地的这种仗举 我们今天也是来 在这里向中共这个悔求 习近平喊话 要求你立即释放 这位勇敢的女士和他的家人 以其华勇这位义士 我们在这里泼墨 也是为了呼吁 在国内所有的人都勇敢地站出来 当我们不再恐惧的时候 也就是独宅暴政的末日 好 好 下一下 我们开始正式泼墨 我就泼你了 怎么滴 我就泼你了 怎么滴 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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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用这行动来声援 湖南女孩 董瑶琼女士 泼你了 怎么滴 给你照好 怎么照好 你看你照着了没有 等着等着 泼你了 怎么滴 泼你了 怎么滴 再泼 持续地泼 尝尝地泼 照着了吧 泼 泼 泼你了 泼你了 泼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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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把那个拿过来吧 那个拿过来 这个镜头 镜头那个 镜头对着那个 我们过一下 哦 立的 你来 你泼 你来 拿一个这个 声音员董瑶琼 泼墨习近平 泼死他 好 我们再换一下 还是因为泼 还有那个 这边还有像 来来来 快点来 一两枪 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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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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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泼 泼 泼 拿那个 拿那个 等等 等等 好 打倒共产党 打倒共产党 打倒习近平 打倒习近平 拖死习近平 拖死习近平 打倒共产党 打倒共产党 释放董瑶琼 你们再拖死习近平 共产党 打死共产党 好 再来 再换 你看这个镜头怎么样 可以吧 小心不要碰过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擦 枪壁 绞心 来 还有一个 我们再说几句话 好 来 再来 我来 我来 洗猪 你抓着 来 我来抓着 给我把身部署来 狠狠的剥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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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进 好 放进 GOSH 哈喽 GOSH 各位好 我們剛才進行了破墨行動 這個行動 就是在響應 呼籲 全世界的華人展開 破墨習近平的運動 7月4號 上海的女孩 要求已經打響了這個 運動的第一槍 之後在海內外 掀起了破墨習近平的 分歧永遠的運動 在舊金山 洛杉磯 紐約 在中國的眾多的地方 人們用噴墨噴漆 發圖片發視頻的方式 來展開這個運動 今天我們到 中國就美國的大使館前面 再一次來 繼續這樣一個運動 來 進行 對中共爭權的 一個極力的否定 尤其對習近平 獨裁者的全面的一個否定 他修憲之後要做皇帝 我們人民要想辦法阻止他 阻止他的一個辦法 就是徹底的來 來滅視他 來誤損他的畫像 因為他現在在今年開始 就像毛澤東一樣到處發這個畫像 但這個畫像 現在惹了大的麻煩 我們要用 破墨畫像的方式 來否定他的個人獨裁 否定他的造成運動 否定他的個人的崇拜 中共政權 因為 董耀群的破墨運動已經 近況是錯 在人民日報 他已經壓縮了習近平 向出現的頻率 在各大網站的首頁 也開始壓縮 尤其是在北京 在東莞 在很多的地方 中共專制當局 已經命令戶外的 有關習近平的畫像 緊急撤下 這就是董耀群的勝利 董耀群 他以弱女子的個人之力 一技之力 扭轉了中國的局勢 扭轉了中國向個人 帝制復批的 逆立式矮行的潮流 他無疑是一個 女中豪杰 靖國英雄 他的役曲 已經讓中共 嚇破了膽 那我們 真正地支援他 響應他 唯一的辦法 就是延續破墨運動 另外 我們看到著名的畫家 藝術家 華勇先生 來訪談 董耀群的夫妻 他也是一個從底層出身的人 他也為他女兒的壯舉 感到自豪 因為他表達了底層人民的信心 底層人民過著 諸葛不如的生活 做牛做馬 他14歲就開始在 煤礦挖窑 一輩子做一個外媒工 還買不了一個房子 一個土房子 這就是中國人 過著現實的 痛苦的生活 所以他的父親 也是 對專制獨裁 極其痛恨的人 華勇先生 鼓道熱腸 見義勇為 來進行直播 就是要向全世界呼籲 全世界來關注 這個女孩 全世界來關注董耀群 營救董耀群 但是呢 當他們在直播的時候 當著全世界的面 中共當局的惡警 當著全世界的面 把董耀群和華勇 董耀群的父親和華勇先生 在直播的現場 就被抓捕 這是非常惡劣的 踐踏人權的惡行 我們必須要強烈的譴責 中共的暴政 已經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 它已經遭到全世界人民的譴責 包括美國這些中美貿易戰 就是要把它的經濟基礎給摧毀 釜底出信 就像當時的里根針對蘇聯的星球大戰一樣 中共的末日馬上就要來臨 所以 在今天這個最好的國際形勢下 我們要乘勝追擊 主要群打下第一槍 我們就要打下第二槍 第三槍 我們要將反抗習近平 反對西荒帝 反對共產黨 要打倒共產黨的運動 進行到底 將公共運動進行到底 我再說幾句 反共 是做人的最 基本的底線 作為中國人 就應該反共 反共就應該反習 因為習近平是共匪的最大的頭子 習近平如果不悔改 他不整個把共產黨解散 不還權給人民 那我們就要堅決地反對習豬頭 反對習特勒 反對刁德伊 反對習包子 習近平 他是中國13億人民的公敵 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敵 我們要 一生努力 盡我們最大的力量 中國人民 應該每個人 做實際的行動 每個人 都應該 不遺餘力的 反對習近平 我們要把習近平 把他徹底的 推下神壇 因為他現在 他這個癲狂了 他想這個 在這個位置上 坐在這個神壇上 讓人民來膜拜他 所以董堯 琼 女士 就是中國人民覺醒的一個標誌 他的這個貢獻 可以說跟湖南三君子 脱這個毛豬頭的 這個像是有同等的地位 這個代表中國的底層人民 他們已經覺醒 他們已經知道 他們的苦難 他們的多災多難 這一切的根源 都是共產獨裁專制 都是這個造國的 這些 這些盜國賊 這些貪污 腐發分子 這些騎在人民頭上作為作福的 這些所謂的共匪 他們是人民的公敵 所以我們要學習董堯琼 我們要 我要為他呼籲 釋放董堯琼 釋放董堯琼 釋放花勇先生 釋放所有的良心派 釋放所有被關押的基督徒 維權人士 好好好 繼續韓國 我正在錄像 打倒習近平 打倒杜塞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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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逮捕 自从董姚琼托墨习近平以来 全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为董姚琼的命运担忧 都对习近平的倒心逆施 对习近平抓捕董姚琼感到愤怒 所以说今天是星期天 许一句多多的纽约人放弃了在他们的日常的正常的休息 到曼哈顿42街纽约中领馆前面进行抗议 你们仔细看看习近平头像已经被几十个人碰过 托得不成人样 简直就像魔鬼一样 习近平实际上就是当代撒旦 就是魔鬼 而董姚琼已经成为人们心中的女英雄 受到人们的热爱 今天的抗议活动非常成功 纽约中领馆的那些歹徒 没有一个敢出来捣乱的 警察说你带不走 我就带不走 没有人 啊 所以才能一下带不你们二十个人 没有人带不走 他带不来 我没笑 我为了没笑 我也没笑怎么犯 时间没笑 今天抗议的主要的就是陈唐中帅领的民主党人 你宣布一下是结束还怎么样 结束了结束 好 这次抗议活动顺利结束 范京宇 今天是7月9号 中国维权律师节 也是首届蜂墨节 在此我实名反对习近平 专制独裁 同时为蜂墨女孩董姚琼声援 在此我写了一封对联 来讽刺习近平 来讽刺习近平 叫 那是声援国内向习近平抗议的那个 董姚琴小姐 希望她尽快负责自由 我们在国外声援她 抗议 就是这种反制中共 集权属于全球扩张的第一枪 因此我们组建了中国报道革命 全球协调律师以准备应付 隐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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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们好 是7月 民主中国阵线加拿大 以及全球反习反共大联盟 加拿大 是两个部分的 战友 今天呢 来到多伦多市政府 门口 市政府的广场前面 来做一个政治型的议書 那就是现场直播 效法 扑莫女孩 向习近平扑莫 表达我们反对习近平 独裁专制 反对中共 一党专政反对习近平 各能崇拜 反对左转 搞文革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气候啊 已经文革的样子已经出来了 甚至是 已经在往众生推进 什么梁家河大学了 什么习近平的画像 铺天盖地的到处都是 所以有人说 恐怕过不了多久 习近平的画像呢 也要挂到天安门前楼上去了 所以我们感觉这个事态很严重 中国人一个小女孩 董姚琼 居然能够大胆地勇敢地站出来 给这个习近平画像泼墨 对这个个人崇拜 说不 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呢 也应该有一点起码的勇气 今天我们十多个人呢 就来到多伦多市府广场这儿 来做一个政治行为艺术 直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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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彩是播的这边吧 对啊 对吧 刚才我没有站到镜头前是吧 对啊反了 我觉得你应该脸型的 反了光彩反了 那应该这样才对 对啊 你以为再试一试是吧 对啊 哦 可是说的那么正式 还说说的那么正式 我这里已经是直播啊 网站有我啊 不要那句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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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们对着的镜头是 这是这是多伦多市政府的广场啊 这里有个喷钱 今天呢 正好这里这个广场啊 有户外艺术节 也摆了很多摊位 是吗 啊 各种艺术家在这里展示他们各自的艺术作品 好像 还是一种 相当于艺术品交易会吧 可以 卖艺术品 现在是 大家在地上做准备 准备好了 待会就得泡沫了 这么少 到这边来是吧 好 好 那样吗 好 好 那样吗 好 好 好 没有下的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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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向独裁者 表达自己心愿的一种方式 我们要敢于对独裁者说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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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坑啊 不要甩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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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毅平要拆立车道车 要使中国组织老毛的专注主体的道路 我们坚决不担持 坚决反对 金毅平是由纰许的 extrapol过三十年代 规定的是级三十年代 移民的飲用比べ故irt 还有温哥黄? 是故意与世界然后选择挺 με貂的 这是在六十年代 针对对但是一位老大惠茸 对 有的人需要我介绍吗,随便,这位是介绍一下吧 雪儿 是中国的商辅民在中国也是因为一个7月6月5日人类重发生 抗议军动是被抓住被判施的 后来在25年逃到台湖 但是在25年11月13日被从太国打价去寻找 雪兒是跟媽媽今天加拿大重死做到了加拿大 所以今天雪兒來參與這個破墨習近平 生人董搖群 犯罪言論自由 這個活動 西特勒站在毛特勒西特勒斯大林 毛特勒西特勒 習近平啊 習近平 人類文明都已經走到今天 21世紀的今天 西蘭 還有垃圾堆裡面 還要搞個人崇拜 大開歷史倒車 這是 淤淑 也加上他這個個人也現在已經到了喪心病狂 這個極其無恥的一個程度 他也不想一想 現在是不是還有可能 這樣造神 這樣搞極權主義是不是還有可能成功 我想 中國人民 不會那麼 容易來答應 這個習特勒 倒行逆施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 不到30歲的小女孩 敢於勇敢地站出來 我覺得這是代表了一種名義 特別是年輕一代 他們 敢於對這個專制集權說不 敢於冒著那麼大的風險 我們知道他這種行為 董堯穹這種行為 共產黨一定是牢不過他的 我估計 極大的可能性被以三天罪 甚至顛覆罪啊 判處這個董女士 就是若干年的徒刑 那麼但是 這個董窮堯 董窯窮 明明知道這種政治後果 但是他以一種大無畏的 這種勇氣能夠站出來做這種行為藝術 敢於面對中共的霍害 敢於從書房到牢房 這是何等的一種政治勇氣 如果中國多一些這樣的人 我想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啊 就會有救 如果多數人都沒有這個勇氣 那麼對前途呢 恐怕不那麼樂觀 我曾經在幾年前我做過一個視頻 我說習近平是 魂 橫 橫 傳 我為什麼說他有這四種客人 因為首先呢 習近平這個人 沒有任何現代民主社會的這種教育 也沒有任何現代文靈社會的這種教育 他對現代民主沒有任何的認知 我們在這一點上 可以在兩千年左右 他到莫斯科保護的時候 不是在跟當局有法人見面的時候 他的情形化當中學到印證 他當時好像說 我們中國一部是貧窮 阿爾特書不肌惡 三部給你們找麻煩 你們還要怎麼著 有些什麼的外國人 也吃飽了撐的 老是說我們的事情 說像道士誠 從他這幾句話當中 就完全證明 他這個人的文厚反律傳 特別是 他的這個粉呢 是很多人在這之前 是沒有能夠預測到 因為習近平從上台之後 對於反律派民主派 對於地下教會 對於西亞的這個取得 以及對於 維尊律師所進行的這種打壓迫害 可以說是 確確是 極大的超越了他面前的進步 中共的 OK 三部 OK 而且現在呢 他突顯出來的 這種愚蠢 正在儘快地 可以促成 中共專制暴政等 這個警察來了 還說不可以在這裏 不是警察 是這個活動的 不是警察 保安 不是警察 是保安 保安他們在這裏有活動 不許咱們在這做這種 給他們住了場子是吧 對對 好了 保安就是這個活動的主辦單位 他不允許了對吧 OK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 還不是警察 還不是政府的警察 我們有一個舞蹈 去支援 一個年輕人 去優勝自由 對於中國的總統 習近平 她在做什麼 我們在做什麼 我們在做什麼 就是把紙子 躺在這裏面 讓他們反抗 對他們 說謊 對他 然後她被捕捉 不是捕捉 是捕捉 誰知道她在哪裡 誰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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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 議事 這是多倫多市政府 向平你再多說幾句 他直播呢 你可以多說幾句 啊 他在直播 我知道 我在這裡 我也是在直播 我這裡也是在直播 你再多說幾句 好吧 我這裡也在直播 你也是在直播 今天呢 我們是來著 效法 董瑤瓢 對習近平說不 對共產皇帝說不 這個習近平 居然大搞個人崇拜 全面走向政治獨裁 這個 所以 我們這個大陸啊 出來一個 董瑤瓢 這個小女孩能夠這麼勇敢的站出來 在習近平的畫像上 拖墨水 我覺得這個行為啊 比八九六四的時候 三位影視 這個 往毛澤東的毛瓦瓦的畫像上 拖墨 比這個行為要勇敢的多 對 那是 那是 因為呢 毛已經死了 但是呢 習呢 現在是還 還在 而且還在當政 日文呢 You guys can be so big OK 三個 三個 Let's see how ugly she can be 另外呢 這個習近平呢 是 正在執政 毛呢 是已經過去了 而且呢 第三個最為重要的一個區別啊 當年山勇士天安門城樓上 泊墨 毛澤東 那是在一種巨大的 這個六四民主運動的過程裡面 在無數人支持之下 在這個當時呢 還意識不到太多政治風險 而且是一種 一種政治激情的激勵之下 所產生的行為藝術 但是這一次 董琼瑶呢 董瑶琼呢 確實不一樣 他是一種深思熟慮的 冷靜的 這個 這麼一種勇敢行為 面對 正在當權當政的習近平 他能夠做出這麼勇敢的行為啊 這是實在是難能可貴 而且是一個年輕的女孩子 所以我覺得這是體現了一種民意 反映了中國人民呢不堪忍受這個暴政 不堪忍受習近平搞大搞個人崇拜 要興起一輪新的文革 這個對這種政治生態的嚴重不滿 所以才有這樣勇敢的行為 這是我們大家都應該學習的 各位觀眾 今天的直播呢 到這結束吧 我們那個 保安不讓我們在這繼續活動了 因為今天有顧問藝術節 顧問藝術節這個場地呢 被主辦單位租了 租了以後呢 嚴格從法理上呢 我們是沒有權利在這搞活動 因為他等於把整個場地啊 已經租下來了 租下來以後 他就有 有權利 把我們請走 所以今天的直播呢 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的收看 哎呦 這怎麼關呢 你看我我現在就是合法的了 我現在 曾經的崔友 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7月4號 早上的6點40多分左右 我現在在的位置呢 是在上海 陸家嘴區 然後後面就是那個海航大廈 現在比較早 大家都可能還在上班的路上 我後面是習近平的頭像 我想要說的是 我以實名制 反對習近平獨裁專制的暴政 反對中國共產黨 對我實施的腦痛壓迫 我 我反對 我對他恨之目 我反對 我忘了你了 可不讓你 我忘了你了 看到沒有 这是我的行为 反对习近平 专制暴政 反对共产党对我实施的脑空压迫 我要求国际组织 介入进来 我会配合调查取证 因为很多脑空的迫害 取证是需要 被捕才能够 介入的 这是政府的背景才介入 但是真正迫害我的 就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 好后面是我的 朋友们对 我今天就扑木他了 我就扑木他了 我看他能把我怎么定 习近平我在这里等着你来抓我 我就一个人 反对中国共产党 反对共产党独裁暴政专制 我今天就站在这里 我让你来抓我 后面就是海航大厦 习近平你的资产 好吗 我就在你的 你的你的你的资产面前 破你的墨 看到没有 看到你丑陋的脸没有 但是我给我将来好 碗签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